季星分手后怀孕 孩子生父是他 邵逸臣崩溃 十年的感情在利益的面前 还是变成了一场空话 季星很清楚自己和邵逸臣之间 早就已经出现了裂缝 只是他为了创业和投资 故意忽略了邵逸臣的感受和情感 因为在季星的眼里 邵逸臣始终是会迁就他的 哪怕对生意上的事情什么都不懂 也会拿出自己的继续支持他 可一段感情能否继续下去 靠的是两个人的相互扶持 而不是一个人一味地付出 所以邵逸臣受够了选择了出轨 独留季星一个人无法面对现实 可即便他苦苦哀求邵逸臣 都不打算回家 因为十年他付出的足够多 季星也明白这段感情失败的原因 归根结底是自己的想当然 当年没有人会一直在背后拖着他走 所以他只能强装大度地分手 然后一个人去酒吧喝酒买醉 恕不知因此发生了意外 也遇见了此后一辈的真爱 季星在醉酒开始发疯的时候 刚好遇见在外消遣的韩婷 他深知对方是因为分手而难过 所以心里潜在的占有欲不允许 直接将他给拐回了自己的家 毕竟韩婷并不是所谓的道德标兵 他寄予了季星十年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怎么可能放弃 所以故意在他喝醉的时候趁虚而入 哪怕顶着邵逸臣的名字也无所顾忌 而这一切季星都丝毫不知道 他醒来发现这场错误的时候 以为自己才是罪魁祸首 因为不知如何面对选择了逃亡 但本以为有机会尚未的韩婷气恼了 但他也不会再给对方后退了机会 哪曾想起心之所以消失 是因为他在短短三个星期以后 就发现自己怀孕 刚好还被回来收拾行李的 邵逸臣撞见了他的验孕棒 误以为那是他们的孩子 季星无奈只能说出真相 邵逸臣得知以后崩溃不敢信 但他早已失去了指责的立场 就在季星和韩婷的感情逐渐升温至极 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 季星的前男友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试图挽回他们的感情 这个消息让季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挣扎之中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 是回到过去还是拥抱未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 韩婷站了出来 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给予了季星坚定的支持 他告诉季星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不要为过去的阴影所束缚 他的话让季星豁然开朗 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韩婷一起走向未来 在韩婷的帮助下 季星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的团队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更多的突破和成就 而季星和韩婷之间的感情也于发生后 他们携手共进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 不久后季星和韩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婚礼圣诞而浪漫成为了都市中的一段佳话 婚后他们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 两个孩子韩琛和韩瑜成为了他们生活的重心 他们一起分享着家庭的欢乐和幸福 也一起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都市咱俩ливо